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届政府第二份的财政预算案 继今天下午举行原记者会之后 今晚他亦亲自上到来 会进一步讲解一下 他这份预算案的内容 以及会回答传媒朋友的提问 欢迎你 司长 你好 冠生 各位大家好 而今晚这个论坛 是由五间的电子传媒联合举办的 我来介绍一下他们的代表 有友善新闻的洪家兴 香港电台的方家里 Now TV的许希同 无线电视的刘俊毓 好 司长 五章以下时间交给你 好 麻烦 各位市民大家好 香港的经济去年在疫后恢复 我们全年经济增长有3.2% 不过仔细看在这个经济增长里面 其实我们的货物出口 因为地缘政治和外面的需求比较疲弱 是下跌了10%的 不过我们因为全面通关 有很多旅客来到去年有3千多万 所以我们的旅游服务输出是上升了21% 令到我们市面都很暢黄 消费是我们去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而投资亦都反弹增长了接近10% 展望2024年其实外围的环境仍然是复杂多变 面对地缘政治的挑战还是很大 息口还是高 所以外围的需求都还未能够完全恢复 我们估计今年的出口表现都仍然会受压 我们今年的经济增长 估计会是大概2.5%至3.5%之间 短期里面我们要大力借助旅游业 来吸引多些客户 带多些人来通过这样来拉动我们的其他的经济环节 令到我们不管是消费其他的范畴 零售都受惠 同时间打造香港的品牌 在这方面在中长期 我们会全力吸企业吸人才吸资金 来到将我们的香港经济的蛋糕做大 令到市民的收入有所增加 好 施长 今天我想大家的目光之一 就是沿用了十几年的楼市的辣椒 全面撤销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留意 今天下午港狗有个别的区域 有些楼盘就即时是会反价封盘 其实在你预算案公布之前 就已经有好几家大行 或者是这个学者 也都预告了 就算你撤销了辣椒之后 刺激到短期的交投 但是楼价下跌的趋势会持续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供应多 甚至就说你如果当你这个 撤销辣椒之后 发展商会继续推盘或加大 其实担不担心就是说 楼价会涨步向下呢 各位可能都记得 我们楼宇需求管理措施 俗称就是辣椒 当年引入的时候 就是那个住宅市场 是供不应求的 所以那时候楼价在很短时间里面 升得比较快比较急 考虑到当时来说 供求不平衡 所以就引入需求管理措施 一步一步去到打压当时的一些炒风 以至到就是给香港居民 去买楼的时候 优先于其他外面的人 经过那么多年下来 其实我们检视了 现在那个住宅物业市场的情况 是已经不同了的了 一来供应是比较充足的 建了未卖的楼有两万间 除了这些之外 随时可以申请卖楼花的 那里也有两三万间 未来三至四年 住宅楼宇供应有十万零九千间 换句话说 供求是趋向平衡 特区政府也都努力做地 确保我们未来土地供应 和住宅楼宇的供应是充足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觉得就将之前的辣椒 撤销它 让市场来到正常的运作 是比较合适一些 预期撤销了辣椒之后 就可以对市场的期望 作一个引导 意思就是之前有些过分悲观的情绪 其实是没必要的 我们对香港的发展是有信心 也希望看到我们的住宅物业市场 是一个健康的发展的 看到今天预算案之前 之后我们见到市场股份方面 地产股就急升 业界发展商也都觉得你们 也都是支持 就是有回应的诉求 但是为什么预算案里面 见不到会说到 帮助一些首次事业上车 在预算案里面 大家可能都有见到 我们就请金融管理局 同时间检视放宽 其实就是放宽 买楼的按热乘数 我们看下来 譬如3000万以下的楼 可以按到七成 如果用按热保险 可以用到九成 这样的时候 其实对于一些家庭来说 如果他要上车的话 尤其是一些中小单位 是比起以前是容易了的 同时间特区政府的房屋政策里面 在未来这几年 资座房屋的供应 我们都会尽力去增加 不过因为做地需要时间 和做地起屋中间有个过程 因此供应 未必是立刻在现在这个阶段 就来得到 但可以看得到 就是未来 在住宅供应的市场 不管是出租的公屋 或是不同形式的资座出售房屋 其实力度都是达标 而且会给我们原本定的目标 是会超标的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觉得 在现在这个比较供求 比较稳定 足够的时间 在利率已经差不多是见顶了 我们将一些之前的宏观审慎管理的措施 撤销之后 就让市民可以有这样的空间 按自己的需要 按自己的时间 去看和去考虑 好 接着又香港电台的方家里 司长你好 你好 楼市方面 你就做了全面切勒的措施 司长就说 不想见到市场悲观的情绪 过分放大 但其实负财负效应 都现在是非常之严重 见到除了楼市的悲观情绪之外 港股的悲观情绪也都很重 而且都很久了 为什么在股市方面 现在见你预算案提的措施 都较为中长期 会不会有些比较即时的 可以见效强心针可以做到呢 有没有想过 说真的下调股票印花税 下调股票印花税 跟这个股市交投量的关系 不是一个必然关系来的 我们都参考了其他的市场 以至到上次将印花税减了下来之后 市场的表现 可以这么说呢 就是在股市的流动性那里 影响它的因素是很多的 交易成本是一个 当然交易成本里面印花税是一个 但除了印花税之外 其他的收费 都是其中一部分来的 所以你看到预算案里面 我们就说我们会推动落实 股票市场那个流动性提升 那个小组的建议 包括上市机制 买卖的差价 那个交易的成本 以至到引入更多国际好的企业 来这儿上市 引入更加多的资金 包括中东其他的资金 以及内地的资金来香港 盘活我们的市场 所以这些我们是觉得 是一男子的措施 一起做是比较好的 而股票市场 其实很受投资气氛 和情绪影响 很多短期因素影响去的 只要我们是针对 怎样能够基本上 在质的方面提升市场质素 当市场气氛回复的时候 其实虎市就另外一个模样 我最近去过大浴司开会 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时候 和一些长期基金的人 都有些交流 其实我就见到他们都留意港股 也都有表达 其实港股在这个水平 那个股值是非常之便宜的 有不少的长线基金 他们都在想着 在他们的资产配置那里 都要考虑回这边 为什么呢 因为怕执书 就是在基金经理来说 最怕出现 当一个市场 它调整完一轮之后 上回来的时候 它失去了那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 在刚才提到的各个环节 做适当的一些合理的调整 那么我们的股票市场 我觉得的发展我都是乐观的 就是股市方面 都是要靠慢慢吃保药 没有办法好像楼市那样 一来就做一些强劲一点的措施 强心针打了之后 现在都见到有反价封盘个案 股票市场就受很多因素影响 除了我们本地的因素 很受资金流的影响 在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就很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也都跟内地的经济发展 内地的经济调整 也都会有些关系 因此在这个市场来说 其实跟物业市场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的研判 跟我们的处理方法 都是要有针对性的 好 相信大家还有其他话题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再说 回到你财政预算案论坛 由Now TV的去希图 市长 见到今年财赤 已经连续两年过千亿 其实有人就说你做了第八年的预算案 几乎年年都估错 是不是真的这么难估呢 因为今年那个落差都还是很大 今年财政预算案的赤字 今年2023、2024年的赤字 大概是1016亿 比我们去年估算的时候 多了500亿左右 其实主要原因大家看 就是因为去年的资产市场很差 因此我们卖地收入少了很多 另外印花税也都少了很多 主要是这个原因 这个也都跟去年的地缘政治局势 就很有关系 影响了一些资金流 不过总的来说 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 比如我们说去年的经济增长 估算是2.5%至3.5% 那我们其实经济增长 和那个真正出来的都很接近的 以至通胀率 失业率这方面 其实都相当贴士 那来近这一年 你就估计是有480亿的赤字 其中卖地收入 你估计是会升七成一 印花税就估计会升四成几 你是不是预计切纳 真的会令到发展商投地 和市民置业的信心 在短期内能够扭转到呢 大家看到这次预算案里面 我们的主题就是要坚定信心 找紧机遇 推动高质量发展 而在预算案里面 我们有提出一些措施 就是稳住市场的信心 包括刚才讨论过的住宅物业市场 包括股票的市场 而未来我们也都大力推动 香港的经济往前发展 短期里面 借助旅游业 拉动其他的产业 中期来说 招商引资 其实我们的进展不错 譬如招商引资那方面 到目前为止 招了的企业有四十几间 他们加上投资四百几亿 在这里会创造 一万三千几个就业光位 因此我们对于我们的经济的发展 和对于香港的前景 很有信心的 对于吸引人才 也都见到高财通 以及其他人才计划 非常之受欢迎 比如高财通计划 来到的朋友 我们做过一些调查 问卷调查 他们来到的 一般比较年轻的 三十几岁四十几岁 其中一半以上左右 结了婚 有一些年轻的家人 来到在这里就业 其中超过大半 来到半年左右就受聘了 收入的中位数大概五万元左右 换句话说 在这些新的推动力之下 再加上我们吸引资金 大家看到中东的资金来 内地的资金也有了 所以我们觉得 在我们去推进我们的发展的时候 我们是要尽力 全方位 抢企业 抢人才 吸资金 好 接着有 《右线新闻》的洪嘉昕 施晋你好 大家今天都很关注 其实全面撤辣这件事 你多次都强调 那个供需 那个问题 其实已经改善了 但我想问多一点 原因就是 上个月房屋局局长 还说楼价 其实难以负担 没见到有一个断崖式的下跌 其实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施政就全面撤辣了 上个月的口风都相对紧一点 看到今天就已经全面撤辣了 还要不够半年前 我们其实施政报告 才叫做减了一辣 那这半年或者过几月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 或者市况 你看到什么 令到你觉得要全面撤辣呢 我们一直是密切留意着 住宅市场的发展的 也都看到在我们的住宅物业市场里面 其实在2021年9月见顶 接着就去年年底 前前后后都跌了21%左右 交投量也都比较低的 所以可以说这个下调是比较有秩序的 因为交投量比较低 去年的交投量大概4万3千宗 但如果我们看回 由2013年一直数下来 其实就是除了去年和前年之外 每年都大概是6万宗 有时多1、2千 有时少1、2千 换句话说 住宅物业市场 一来供求比较稳定 二来在一个高利率 利息一直加紧 地缘政治令到经济 大家看到很多不确定性的时候 当然那些人就犹豫的 在买楼的时候都小心一点 而我们看到今年 我们估计经济 尤其是由下半年开始 应该会逐步向好 息口开始见顶了 供需又稳定了 这个是一个时候 我们一方面撤去辣椒 这些需求管理措施 是非常时期的措施 既然市场已经恢复正常 不需要了 同时请金融管理局 就住那些人买楼 做按贴那方面 我们恢复以前的状态 可以按七成 这样的时候就助力一般的市民 他如果想买一层楼住 或者用或者租 他可以想 当然香港的楼价 一向来说都相当高的 对于要置业的朋友 除了说私人市场之外 其实特区政府也都有一些 不同的资助房屋是出售的 那个也都满足另外一方面的需要 所以是几个方位一齐做的 嗯 见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访过 亦都见过一些地产商会面 有没有说 即夏主任都给了一些提示 感囊其实在预算案上面 甚至是楼市上面 有些感囊提示 指点一下市长来的 夏主任来访问香港 主要是看香港的经济发展 和地区行政 他和我们金融界 也都有一个专长 和特区政府的官员都有一个专长 在这两场里面 主要是听取我们 就着香港的经济 金融各方面的状况 一些回报 就着一些这么具体的 预算案的工作 始终在一国两制之下 都是特区政府的工作 特区政府的任务 所以是我们自己整个团队 在行政长官的领导之下 尽我们能力 应对目前香港所见到的情况 我们认为最需要最合适做的事 那我们就做了 接下来有没有先电视 盧尊玉 你好 刚才在这个预算案里 你说到 撇除了法债的话 28、29年到 香港就可以恢复盈遇了 刚才在记者会上那样说 那其实是否意味着 我们连续四年 香港都要面对赤字呢 那有些学者就说 其实这样可能 已经是属于结构性的财赤 你又怎样看这个说法 香港呢 我们在过去几年 因为一个方面 遇到疫情 就令到我们的开支大了很多 所以就见到有几年的赤字 随着疫情过去 你看到譬如今届政府上来之后 我们在第一年已经将开支压缩了10% 我们见到现在的情况就是 我们要处理收入和支出 要恢复平衡 这个过程不能一速即走 譬如要增加收入 我又要兼顾我们的竞争力 同时间呢 除了兼顾竞争力之外 我们要兼顾市民的承受能力 尽量不去加重市民那么多负担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收入相对的空间有限 那么我们就大力折留 那么在这方面 我们一方面呢 是在特区政府推行 我们的优化计划 每年减百分之一 另外也都在一些资本性的开支 工程开支那里 重新排过 将它控制在每年九百亿的范畴 那么在这方面呢 我们是逐步收窄的赤字 其实呢 去到二零二七二八年呢 我们已经是恢复盈余的了 那么呢 我们觉得呢 通过收窄的赤字 一方面可以维持 在社会里面的经济的动力 同时又不加重市民的负担 这个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做法 那么在这个数字的计算上 其实是怎么计算呢 其实是怎么可以觉得 去到二七二八年的盈余 就可以上到回去 就是比如有些说法就是说 外汇基金其实今年的收入比较多 就是较预期多 那么其实那个数 其实会不会用今年这个外汇基金的 收入的数来计算呢 还有其实会不会去再有下一种 比如是旷阔的税基啊 税种甚至可能调整税街 都有可能去增加这个收入 才可以导致二七二八年 好像是口中所说的盈余呢 投资收益呢 在二四五年度比较高呢 是因为我们将之前 在未来基金赚的钱 在之前二零二一二年预算案讲了 我们将它撥回来 所以这年是比较高的 那往后年度呢 我们摆下去的数字呢 都是每年大概三四百亿左右 那我们之所以能够达到财政平衡呢 有开源有折留 刚才有讲过折留 不管是经营开支 不管是工程的开支 我们有所折弱 同时增加收入那方面呢 亦都是逐步做 那你见到我们的开支呢 在二零二四二五年呢 占我们的生产总值百分之二十四点多 去到五年之后呢 我们是将它压回去呢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二左右 而我们的收入呢 就由现在 只是佔我们生产总值百分之二十 去到五年后呢 是去到百分之二十二 那总的来讲呢 就是开支就由二十四减到二十 收入由二十增加到二十二 这个百分比 那通过这样做呢 一路收窄赤字的差距 令到最后呢 我们就平衡到那个预算 而在过程里面 我们用两三年时间 那就变成了我们不需要 在收入或者加费那方面 大力很短期地做 造成对工商业对市民大的负担 同时间在节约开支那里 亦都是一步一步做 好 这一节的时间差不多 那我们稍后回来再讲 好 回来财政预算案论坛的 司长 延续刚才那个话题 大家都关注赤字了 其实我想问一问 是否因为现在我们见到政府收入减少呢 所以你就政府了 就是未来这五年呢 都要加码发债 其实这个是否一个恒常的一个措施 去输假财困呢 我们未来这几年发债 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们通过发债籌集资金 去推动包括北部都汇区 包括洪水桥新发展区 这些发展项目的 如果大家看政府的收入呢 你就会见到其实我们的利得税收入 新讽税收入 这些呢 每年都会有所增长的 过去如是 未来这几年都是 至于我们的土地收入呢 今年二三二四年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当市场是比较平稳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收入也都会增加 所以我们发债 其实主要的目的不是用来支持我们的平时的日常开支 是用来投资在一些基建项目 尤其是在北部都汇区 以及洪水桥新发展区 以至到其他的一些工程项目 那么发债带出呢 就两个话题 很简单地问 一个呢 就是说大家觉得 这个时候是不是发债的好时机 另一个呢 就是你提出那个数字 就是说债务率 其实就是说9%至13% 就是将来五年介乎的这个 range 但是如果你说拿回和一些发达经济体去比较呢 其实会不会不太fair呢 因为其实如果说他们的整个规模 经济规模大那么多 其实我们是不是不可以用这个数字 去和他们去比较呢 这样讲 我们发债的时机都要掌握的 在发债的时候 我们会留意一下市场的利率走势 还有在发债的时候 有没有其他的机构 都会在那段时间发债 使得市场比较滞用 所以在我们发债那里 我们是有足够的空间和灵活性 找一个合适的时候才发出来 而其中尤其是譬如一些 受市民欢迎的一些零售债券 那些我们就觉得 推出来是受市民欢迎的 一方面可以通过这样 给市民有多些 有稳定收入 有安全的投资选择 另外一方面 他们也可以通过这样 参与我们的基建项目 至于发债的借贷比率 我们是根据我们的债务 和我们的生产总值比较 当我和其他经济体比较的时候 它虽然的规模比我大 债务 但它的经济的生产总值 可能都是比我大 所以以比率来算 总的来说 我们的借贷水平 是非常稳健 是有很大的空间 是去增加的 如果有需要 不过在特区政府来说 我重新就是 我们发借得回来的钱 是用来投资未来 做不同的基建项目 是不会用来支付政府的日常开支的 好 那我们交给香港电台的方家来 施长 不如我们讲一下 一些民生的银包相关的东西 因为大家每年等预算案的时候 最关心都会说 到底今年粒糖关不关我事呢 我可以有多少呢 结果发现今年粒糖小了很多 一次性纾困措施 规模减至只得115亿多 那刚才施长 你都是记者会上面 跟中产人士说 不好意思了 退税真的退少了 另外一方面 就是希望市民谅解 但其实实际上 派糖今次没有消费券 也都不见到电费补贴 还要交通津贴 都应该可能没有再延续了 其实如果看基层受惠的 亦都减少了 万一同一时间 那么多在检讨的民生 相关收费又大增 那市民的生活 是否百上加根 加利是这样的 当年我们过去那几年 那些纾困措施的力度大很多 你看到那时候是疫情时间 在疫情时间里面 我们要推出大量的逆周期措施 那时候经济又不好 要顶住的 去年的经济增长3.2% 今年估计2.5%至3.5% 未来这几年 经济都会增长 在目前我们也看到 譬如失业率是很低的 大概2.9% 通胀率都很稳定的 大概1.7% 社会面是比较稳定的 大家找工作做 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可以找到工作做 统计处出来的数字 我们也看到市民的收入 是有实质增长的 而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经济环境和当年 事实是有所不同 所以逆周期措施的力度 是不一样的 但除此以外 都要兼顾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 几年来疫情 我们有不少赤字 储备因此由原本11000亿 跌到今年3月大概7300亿 我们认为 我们都要顾及公共财政的 长远可承担能力 亦都要有足够资源 推动我们经济和其他的工作 因此在今次的支援措施 就不好意思我们真的要缩小力度 以至到我们可以继续 为大家提供其他需要的公共服务 亦都能够齐心合力 将我们经济的蛋糕做大 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得好 经济蛋糕做大 大家找工容易好些 收入高些 这个才是最普惠民生的做法 施掌佳还想问一下 就是不少零售饮食业界都反映 他们现时的生意 是多受到北上消费的现象影响的 那么长者受惠 两元搭车优惠 再加上北上之后 其实他都可以免费搭车 他们其实北上消费的誘因 是真的挺大的 那么在检视两元搭车的时候 你会不会考虑 北上消费这个因素 比如说想想接驳口岸那些车 就不再提供这方面的优惠 留下消费力在香港呢 那两元乘车优惠呢 我们是会继续做的 不过以目前的开支 再加上香港人口高龄化得很快 所以一继续下去 如果维持现状呢 长远来说 是个负担公众是很难承受到的 因此我们要做个检视 这个呢 和北上消费是完全两回事 是没有关系的 至于在过去这段时间 大家看到市民的消费编号改变了 在我们来说呢 我们觉得呢 我们需要在香港做多些不同的活动 搞好一些我们的旅游和娱乐的 休闲的设施 以至到不管是旅客 因为我们自己香港市民 都可以有多些地方去 比如在预算案里面 我们提到每月放烟火 另外有无人机 都不只是单纯做这两样东西 而是希望呢 就是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将它结合了 比如一些盛事 结合了 比如我们在那一轮 要做这些项目的时候 附近的餐厅 那些零售 大家一起合作 推出一些不同的产品服务出来 给香港市民呢 它留港消费 消费得开心 有好的体验 这样的时候呢 自自然而言呢 大家开心在这里玩的时候 就会增加消费 也都拉动到 包括餐饮 零售 以至其他的服务 我们觉得这样做呢 是比较合适的 接下来去希同 思想想问回到税制方面 看到今次呢 你都提出要收回酒店税 但就被人批评呢 就说可能是都相对 因为会计划 没有失税和没有新油 那会不会在检讨 税制方面 会不会是认真去考虑 开征一些新税种呢 因为会计界都说了很多年 说有这个必要去研究 那你都说研究了很久 其实会不会就是 什么时候有实质的行动呢 酒店的房租的税呢 香港以前有收开的 其实你环顾全世界的主要的城市 包括邻近的其他城市 个个都有收的 他有时是用酒店的房租税 有时是用增值税 有时是用商品服务税 总会有一些收 只是我们几年前取消了没收 那我们引入这件事呢 都为我们带来有成相当的收益 而我们都计过数呢 就是一个旅客来香港过夜消费 根据旅法局的策算 花6、7千元 那其中2千多元呢 他是用来做住宿的 那我们加3%只是60元左右 即是说呢 他的开支多了 不超过1% 所以在这方面不会影响他来 而同时间呢 就是在这个税收那方面呢 开征新的税种 我们是要社会上有讨论的 同时间呢 我们不可以只是单看自己的 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税制 和其他邻近的地方怎么比 确保我税制有足够的竞争力 以至到我抢企业 抢人才的时候 我有这个优势 同时间香港呢 是一向 简单低税制 向我们的优势 因此在今次来说 我们在开源那方面呢 在税收那方面 是针对性的能者多付 以这个方式呢 是推进我们税收那方面的增加 那说到能者多付呢 今次呢 就提出高收入人士呢 就要给多些税 但会不会就和你引进 尊专财的政策相违背呢 我们计算过数 亦都和所有大城市比较过 我们就算在标准税率 引入两级制 超过五百万的英科税收入 我们收百分之十六 和任何一个地方比 我们都是非常之有竞争力的 所以呢 对于一些高收入人士来说 对于一些 我们想吸引的人才来说 这个一定不会是一个障碍 反而呢 我觉得呢 香港的优势 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的 除了我们税制有竞争力 我们在这儿大都会的生活 在这儿多元文化包容 多元共用 有郊野公园 有其他的设施 有文化艺术的设施 其实是非常有吸引力 对于很多其他外国人来说 是非常之吸引的 好 那我们休息一会 回来再讨论吧 好 回到最后一节的预算案论坛 有有线新闻的洪家兴 施长人想问一下 卖地方面的 关心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 未来的财年有八幅的住宅土地 比起上个财年的十二幅是少的 计算其他的来源 总共潜在的供应有一万五千火 比起上个财年预算的两万火 开始预算的两万火为少 那是否觉得市场的位置 都未够好呢 因为发展局局长零行行都提到 今个季度没有推到官地 他就觉得 那个位置不是那么好 那是否觉得那个位置未恢复 市场消败不了那么多 所以未来的年度 推的官地都少一点 政府卖地有一个目标的 有一个供应目标 其实如果根据长策的估算 我们一年的私人住宅土地供应 要生产的住宅单位 大概一万三千多个 所以今次一万五千多个 是超过目标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你看过往政府卖地 其实我们可以随时 加一些地去拿出来卖 不一定要在卖地表的 因此我们在做地的工作 要坚持 就算最近的市场比较静些 早一段时间 这一季 甚至不需要推地出来卖 但是土地供应工作 是持续去做 以至到我们手上有土地储备 随时可以应对市场的情况 将地追出来 那么我们觉得 在目前来讲 以这个卖地表 都是一个合适的 但是市场的胃口 你觉得胃纳 大一点 还有未来的下个季度 需不需要再观望市场的气氛 不再推地住呢 市场的变化 其实是很快的 我们会一直密切留意着 譬如今天预算案里面有提到 有一些切勒的措施 有一些宽案欠的措施 再加上接下来 又看看息口的走势 如何 经济整体状况 我们会因应市场的需要 很贴事地去考虑 究竟我们每季推多少地 如何推法 以及推哪些位的地 好 然后有无线电视的刘尊玉 市长 我们转下第二个话题 好 刚才说到 其实对于一些基层的 派档的力度小了 刚才你说到 未来几年都会有赤字 在这个没钱的情况下 其实是否问责官员可以做些事情 因为有些立法会员都说过 可不可以减薪或者动薪 甚至海外其实都有些 问责官员都是这样的 在这些财政下行的情况之下 都拿些钱出来或者动薪 刚才记者会有说到 我们这笔钱 其实问责官员的那笔钱 不是太多 但是公务员的那些要审视 但是在问责官员去做一个标志性表态 说要和市民共度时间 那其实又行不行呢 有没有想过呢 或者这样说 大家看到我们的经济 去年是增长百分之三点二 今年的经济是准备 我们的测算是增长百分之二点五到三点五 未来的经济都会陆续向好 因为特区政府在过去这几年 无论是招商引资及人财及资金 都有非常好的进展 所以我们对于香港的经济的前景 我们是乐观的 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 其实国家是很支持我们 我们的研判也都觉得 内地的经济在未来这几年 都是稳中向好 是较快发展的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里面 我们认为在政府人员 包括问责官员 我们的人工其实跟政府整个开支比较 可以这样说 这是一个部分 但同时间我们更加重要就是要看下 在经济正逐步增长 环境一路比较好的时候 政府我们不想我们的行为 是影响到私人市场 因为政府的高级公务员也好 问责官员也好 以至一般公务员同事 我们的薪酬如何调整 其实都是牽动私人市场的 我们都跟在问责团队里面 我们都有谈过 我们是希望我们所做的事 是一路将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 大家打工的都是越来越好 希望通过发展好的经济 大家收入增加 来到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这个问责官员的 人工就没有这个 最后就没有减度或冻度 本身在之前的网址也有说过 一些公共的开支 其实觉得要用者自负 比如可能水费 康文署的开支 说有些是长期都没有去更新 本身都说到好像要调整 但到最后在月少岸没有落墨 但是就说 但是那些检讨还在做 之后会公布 其实会不会去到最后 这些数据都是要加的 但是我就不在预算案里面写 就是令到预算案更好 然后市民派档的力度更小 然后就不会那么生气 其实政府的收费 是有很多项目的 在过去来说 都有一个经济制作定期的检讨 就以过往两年为例 都有相当多的项目 检讨了之后 做了一些调整 亦都公布了 所以是有一个现成的机制去检讨 和去公布 所以我们觉得 都是跟回现成的机制 去做适当的检讨 适当的公布好些 同时间其实我们检视不同的收费的时候 那么多年下来没有检视 通胀增加了多少 只是其中一个考虑的因素 我们都不会强求一步到位 就要调整所有收费 因为这个都要顾及相关的收费 在市民的层面 在企业的层面 的承受能力是怎样 譬如1994年到现在 商业登记 我们今次都是加200元 10% 那么同期里面 其实如果说通胀率 远远不止 当我们去加200元 商业登记的同时 我们都见到破验基金 那个年商业登记的征费 其实盈余了 有几十亿在那裡 都用 有排都未用完 我们为了减缓 这个商业登记的开支 那里的150元收费 我们都灭了两年 因此可以跟大家说 就是政府去审视这些收费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小心 也都会充分考虑 这些调整 对企业 对中小企 对市民的影响的 好 那刚才说到 经济 其实你估计 復甦的势头会继续 但是我们看回旁边 其实日本 英国那些 已经陷入了技术性衰退 擔不担心有一个隐忧 在那里 每个地方有它客观的环境 当我们研判我们自己的经济的时候 我们看几件事 香港是一个小小全开放的经济体 资金、人员、货物、自由流动 所以我考虑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时候 第一我们看国际层面 比如美国、欧洲 它的经济情况会是怎样 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内地 内地的经济发展会是怎样 人们说减息的步伐和时间 未是很确定 但是总的方向和市场的研判 都是会逐步减下来 所以金融的状况会宽松些 内地的经济经过一个调整之后 在现在来说 我们的研判都是 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变 接下来都是较稳较快发展 跟我们很相关的整个亚洲 尤其是发展中的亚洲 东南亚以至中东这些新市场 其实都是发展得比较快 换句话说 跟我们贸易、旅游、投资 最密切的那几个伙伴 其实在这几年我们的研判 都会是比较正面 因此我们对于香港的经济 发展的前景是比较积极些 同时间最重要就是我们自己 招商引资、人才、资金 去汇聚那方面 我们要出一些合适的政策 汇聚到这些资源 我们的经济就会发展得好 司长 今天在结语里提到一点 就是说长远经济增长方式 必须调整 和质量必须提升 其实是否隐喻 如果我们有突破 是要靠其他产业 不能吃老本 可以这么说 香港的经济发展动力 进入一个转换的阶段 除了金融服务之外 我们现在是过去几年 大力培育创科产业 创科产业经过这么多年 有一个蓬勃的生态 接着我们希望更多的创科企业 不仅是初创 而是大的企业 龙头企业 以至一些新型工业的企业 落户在香港 当它落户落来 在这里招聘很多人 有技术 有人才 在未来 在这方面 就会推动到我们的经济 较好发展 这个就是我们说 我们经济发展的质量 那方面 要有一个转换 可以这么说 在未来 金融和创科 就是推动我们经济发展的 最主要的商引擎 其余在八大中心几方面 我们都会全力以赴的 好 时间差不多 今天谢谢司长 也谢谢各位媒体的朋友 我们时间再会了 多谢